我就进去一下的 哎呦 好喝好喝 脱儿 今天这个水盒里面你看 哇塞 汤龙虾 好像是两只的 你看这一只的钳子 哎呦 哦不对 这下面还有一只 一共是三只 哇塞发展了 骨头好大 你看 很肥哦 这下面还有 哎呦 你看这个钳子还有夹过 出来 出来出来 哇塞 你看 这下两只上过 先把它放到桶里面 刚才说还有一只 这只大,这只怎么不动了 没有死掉 你看,起来了 一只大桶下也不错 这个头可以 购了,三只放过 这样的个头市场上可以卖150块钱 三只 可以 收获 这边水口里面有海螺 好大的 你看 拿出来看一看 你看这个肉直接缩了 它在这里吸在石块上的 这边也有一只 哇,这只没土肉 但个头也可以哦 两只都差不多大的,很肥 前面还有换几只呢 你看 把它收走吧 哇,这只大 这只可都是真大呀 这个大海螺 可以哦 这边 有一只上锅 哇,发败了 这个海螺很好吃 回家白煮哦,蘸辣椒 特别的美味 特别美味 这个红红的水口里面 用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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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在下面找一找 我不知道它有哪去的 在那 在那 一块黑 哇,这只这只 哇,看 这不可以哦,好大好大 这了 我打点水痒了 哇,这个石大鱼好大 走,我们再去抓你白的 不对,下面还有一条鱼 我刚踩到了一个滑滑的东西 好像还是一个什么东西 我的天 我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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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下去摸一摸 一种绵绵的 哦,在这在这 看看看,下面还有一条石斑鱼 哦 你看你看 哇 又一条大石斑上过 你看 好大呀 说说说 我心里没轻易就走了 两只啊 可都是值钱的好处 带着啊 没有了吧 我走过来发现这边那个水痕 一条鱼翻了肚子了 你看 大鱼啊 是不是在这里差不多了 死掉了 不过他好像还有一点呼吸 他张着嘴巴 嗯 救我救我救我 手上还有一点点挣扎的迹象 他这是舌头吗 又又舌头哎 他小舌头 好可怜啊 他连牙齿都没有 说了吧 还在这里 死死的挣扎着 放通里面 这里还有个裙带菜 哈哈 裙带菜不要了 我家里有的行 哎呀我看 这里 这里好多鱼啊 哇好几条哎 你是那个品种的鱼 争取一下抓两只 哦一回 抓不起来 我就一只一只抓了 哦呦 好合好合 快 我两只手 不能再挑逗他了 哇 这条活的上座 这边底下还有一条 哇 哦 是哪 上这 上我脚底下去了 你看他自己抓我脚底下去了 被我踩住了 看看 哇 哇 这条鱼头也不错 可以上货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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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翻出来了 哎呦 疯了这些 这还有 啊 哦 这底下确实还有一条哎 我还原 全都搅拌了 去哪 在这在这在这 嗯 入了 哦 哦 哇 这条更猛 哦 被我踩下去了 哦 我刚一下子踩到肚子上了 他又甩了我一下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张啊 我今天来到这边这一个 水石子这边附近来赶海哦 发现这底下这个水根下 你看 底下 这来着就发现一大螃蟹一片在这 在这 你看看 哇 这个这个钥匙没有大钳子挣的还弄不动 好嘞 哇这只好大呀 拿起来给大家看一看啊 让大家跟我这个脸比较一下 哇塞 这只大缩子蟹你看 挣的太过瘾了这只 这回家 哦 挣出来吃点薄匪啊 快松手 下来 哦 妈 前的一下松手 哎呦 直接把它放到桶里面吧 这只是还是这是母的呢 你看 今天也太好了 咋的水痒了 今天雨点汁啊 我怕它一会就死掉了 走吧 咱们抓脸 下去看看 看这个时候已经 过来发现一只 大红腿 我这只吃甲蟹 出来 哦呦 这只个头也不小 像这种吃甲蟹啊 它的那个大钳子 特别的有力 被夹一下的话 估计就会出血的那种 这只虽然个头没那么大啊 但是它的钳子是特别的肥 来 这姐姐正是吃螃蟹的时候啊 出了 看 这边这个石块场 发现一只鲍鱼系在这边 给它 扒下来给大家看一看 呦 你看你看 这个鲍鱼还在吃这个小萝的 刚刚在它嘴这一块 这是它的嘴 这只鲍鱼 哇 个头还算不小呢 回家直接做个蒜蓉鲍鱼吃 应该是不错的 给它收了啊 它不想进来 大概十块 再抓几个大黄蟹回家吃啊 争取今天家人一人能封到一只 这上面你看这些小萝 比过段时间长大了 都是我的 小的还不用 藏着这几块藏在这些土石缝里面 哇 你看 这边又发现了一只鲍鱼 在这 给它翻过来看 是不是带肉的 是耶 你看这也是一只活的鲍鱼 去洗一洗 这个鲍鱼可名贵了 咱们这边得好几块钱一只呢 看这个裙边这个肉可好吃哦 回家煮一煮 或者是那个做个蒜蓉的 都特别的好吃 给它收了 这边发现了一只小鲍鱼 看这里还有一只小螃蟹呢 哎呦呦呦呦 这巴掌鱼直接吸到我的手上 出来一下 吸得还很紧 眼色上白可能有点上火 生气了 哎呦 这只挺活跃的 这个爪吸附力特别的强 皮肤很好啊 特别的板 给它收了 回家直接白煮就行 来吧 这螃蟹老是夹它的鱼 收了收了 嘿 哇这个石块太大了 把它搬起来 看看 哎呀没有货 一些小螃蟹 小鱼什么的 一个一个都在发现 哎呦 看看看 这边又发现了 也是一只巴掌鱼 看一看 哇这一只 个头小一点啊 最近这些巴掌鱼 个头不是特别的大 还是很脆的 这种巴掌鱼啊 很嫩 这种的话就适合这种 或者白煮的话就一口一个 或者是蜡烧 都还行吧 听到说了 等到10月的话 巴掌鱼就长大了 哇塞 你看这边一下子发现好几只鲍鱼 这鲍鱼旁边还有这个小虾 你看到没有 好多种小虾呀 哦呦 看到没有 看我手上了 小鱼小虾特别的多 哇塞 这是这个 哎海鲜池子吗 哎呀 哎嘿 这又一只鲍鱼 这这这 还有一只鲍鱼都不小呀 这只鲍鱼 一下找到三个 你看 三只先收了 这里一下 一只大红腿 看到没有 他再往里退 哎呀他已经发现我了 哇塞 出来出来出来 别往里退了 再往里退了 我就抓不动了 出来出来 这只鲍鱼都不小 把它放到水里面 大家看一下 哎呀 这只可以吧 这种大红腿特别的好吃 哇 回家做个香辣蟹吃吧 这种特别的有肉 这大红腿特别的肥啊 出了 看这只鲍鱼 过来就发现这边 哎呀 你看看看 吸在这边吸得特别的紧 这个肉都扒在这个石头上的 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只鲍鱼好活呀 很有生命力 你看 今天鲍鱼收获的不少 回家一大盘够了 今天儿子又有苦福了 输了输了 看这边水流下有这个海青哎 哇 这个海青真的好漂亮 是黄色的 看到没有 看这里面这个肉里面也是偏黄色的 好美观啊 回家直接晒成标本了啊 喜欢的朋友们可以私信我 给大家送去啊 咱们在这块水流再好好找一找 哎呦 这边有这个红色的 你看 这个是五角海青 红色的你看到没有 这里面的这个籽是可以吃的 这里面是带黄的啊 不过这个个头不是特别的大 手掌心那么大 也可以晒出来送给大家 这边又来了一只 康拉心 这只好漂亮啊 这只也是黄色的 你看 不过这个角稍微有点点断足了 看到没有 它很快就会长出来 我想想要不家里买个那种大鱼缸 可以养了它们也行啊 这只真的太美了 给它树了 前面还有 来 我把这些都点回去了 吧 这只也很漂亮 哇 这只很健全耶 你看 形状也特别的漂亮 颜色也很美观 个头还挺大 你看 比我手掌心还要大很多 哎呀 你看 上面是黄色的 煮出来的话 可能颜色就整体会变成一个 黄色 也会很漂亮的啊 带着 看这边这个底下 看 一定吸到这下面这个海鲜 哇 被沙这个冲下去的 这只雨点 弯在这一块了 也是很漂亮的啊 都带走了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收货吧 吃了一些海鲜 然后八爪鱼 挤着这种大螃蟹啊 鲍鱼也不爽 咱们喜欢海鲜的朋友们啊 就直接私信我就行了 不要跟我客气 回家煮一煮到时候送给你们 咱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